謝謝大家 我們的留言唸完了 終於可以來聊一點別的事情了 我本來想說 唸留言應該很快 就可以唸完 然後我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我最捅喉嚨的事情 你們有想說 我標題打什麼捅喉嚨到底是什麼事情 跟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 前幾天的時候呢 就是我發現我的喉嚨 好像有異物感 就是有一個異物感 然後覺得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不太舒服 但是又沒有很嚴重 就是沒有到什麼可能很痛啊 或是會發揚啊什麼之類的 就沒有到這種 沒有嚴重到這樣 我那時候第一時間想的是 我該不會是吃到我的頭髮吧 我該不會是吃到頭髮吧 就是因為那個 那個感覺真的非常的微小 就是感覺就有一種 小東西卡在那邊的感覺 我本來想說是不是 是不是吃到頭髮啊 那我就一直喝水 我就喝水想說 他會不會就是馬上就 慢慢的流下去 結果也沒有 結果也沒有 我就想說 是不是光喝水沒有用 他可能會下去 可是他就是慢慢下去 是不會那麼快 因為可能裡面 就是比較黏啊 就是他可能黏在我的喉嚨裡 然後比較比較難下去這樣 我就一直喝水一直喝水 然後我就想說 那個異物感還是有 那算了 可能睡一覺就沒事了 我就想說會不會睡一覺就沒事 所以隔天起來的時候 應該就沒事了吧 後來我就睡一覺 起床之後就發現 還是有 還是有異物感 還是有異物感 我想說怎麼會這樣 是頭髮 怎麼都下不去 到底我到底是吃到什麼頭髮 那麼長 雖然我的頭髮真的很長啊 但是到底是怎樣 怎麼還是有異物感 我想說這個頭髮很頑強耶 怎麼辦 我現在這樣子 該不會我 還是我可以自己挖出來 我在那邊想說 我可不可以自己處理 然後我就說 還在 還在我的鏡子前面在那邊照我的口 然後在那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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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那邊看 在那邊看我的口腔裡面 到底 看不看到那個 那個異物 然後可是我都看不到 我真的是都照燈進去 然後都 都看不到有沒有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想說 就是我手自己伸進去 然後想說 輕輕的就是 挖一下 挖 就像是催吐那樣的挖 挖喉嚨 然後結果就在那邊 然後也沒有 也沒有解決 我那時候真的不知道 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那時候真的一直覺得 應該只是頭髮卡在那邊 後來 是到了晚上 然後我在會縣直播裡面呢 就有跟草民們講到 就是我好像 卡喉嚨這件事情 草民們才跟我講說 你會不會是 扁桃線結石啊 我那時候超驚訝 我想說 我真的不知道 我從來沒有聽過 扁桃線結石是什麼耶 我從來沒有聽過 我從來沒有長過 我就想說 這東西 這東西該不會是什麼 嚴重的東西吧 結果大家就跟我講說 其實它也沒有很嚴重啦 就是 如果是扁桃線結石的話 應該是還好 應該是還好 沒有很嚴重這樣子 就是 說可以去給 醫生處理一下就好 我就想說 好吧 那我就是 我就是說 好那我如果隔天 還是有這個 異物感狀況的話 那我就去 給醫生看一下這樣 好就是到了隔天呢 就 還是有那個狀況 給醫生檢查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醫生講說 我喉嚨就是有異物感啊 雖然現在感覺好像還好一點點 可是就是 想說還是來檢查一下 然後醫生說 好那我幫你看一下 然後就用那個 冰冰棒 冰棒棍嘛 就是把我的嘴巴 就是這樣啊 然後在那邊看 他看了之後 醫生就說 嗯就是 你的喉嚨是有一點點小小的發炎 然後他就說 的確 後面好像有 有長一點那個啦 就是扁桃線結石啦 有長一點點 然後我跟你講 我在去看之前呢 我還查了一下扁桃線結石到底是長怎樣 喔 很可怕你們不要去查 我不知道有沒有跑去查 但是你們不要去查 這是 真恐怖 那很恐怖耶 那 我跟你們簡單形容一下 我覺得扁桃線結石在我看來 就比較像是口腔裡的粉刺一樣 就是 他是很大顆粉刺 就是他是白白 白白一顆一顆的那種東西 然後 他是 他是可以擠出來的 就是他 他好像就是長在你的喉嚨裡面 然後他可以擠出來這樣 所以對我來說他就看起來很像粉刺的東西 不要去查啦 很可怕 很可怕 真的會有很多口腔照片 然後裡面就是白白一顆一顆長在喉嚨裡面 然後 醫生就有看到結石 所以他就幫我處理 然後我跟你們講 我在去之前 我還有跟佐藤他們報告一下 跟佐藤他們報告說 我等一下要去看醫生 然後因為我的喉嚨好像 疑似啦 長了扁桃線結石 然後所以我想去檢查一下 然後他們就很緊張 他們說什麼是扁桃線結石 他們也沒聽過 你們知道 他們也沒聽過 然後他們就說 好 那你就是回來再跟我們講結果 然後 那時候佐藤我突然就蹦出來 他就說 這個扁桃線結石還好啦 給醫生處理一下 就可以了這樣 然後 我就說 那 會 會痛嗎 然後佐藤說 喔還好啦 就是 他覺得還好 他弄的時候覺得還好 然後我就給 然後回到我們醫生 回到那個時間點 然後回到醫生準備幫我處理的那個時間點 他就 他就拿了兩根 超大的鐵棒 哈哈哈哈 他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快嚇傻了 我那時候坐在那個 坐在那個椅子上 然後醫生就拿出兩個鐵棒 那兩個鐵棒 在我看來就很像 兩個特大號的 擠痘痘棒子 他就直接伸到我喉嚨裡面 然後直接就伸槽裡面 然後開始用力的往上 一壓 然後他就想要 擠我的那個 擠我的那個結石出來 他可能就想幫我把它擠出來 然後他就很用力的壓 然後我在那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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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 我就那時候 快哭出來 然後我就 那時候內心 我一直是想著說 沙羅 沙羅你騙我 沙羅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擠 擠的瞬間 他後面變成很用力的擠上去 用力到我就直接 然後直接咳嗽這樣子 然後我直接咳出來 我就直接 我就 這樣子 醫生馬上把那個工具就伸出來 然後他就 啊 啊 那你 你感覺一下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 幾顆 一顆東西想要 想要把它吐出來 你口腔裡面有沒有那個結石 就是有沒有 有沒有要吐出來的東西 然後我就感覺一下我的口腔 舌頭 整個就是整個口腔這樣嚕了一遍 然後就發覺 那個 我好像沒有感覺到那個結石 然後 然後那個醫生 我那時候內心還想說 該不會是還沒擠完吧 我還要繼續擠嗎 我超崩潰的 然後結果醫生就說 喔那你可能吞下去了啦 然後 我就想說 吞下去是可以這樣直接 直接這麼平淡講出來嗎 然後我就說 那我吞下去會怎麼樣嗎 然後醫生就說 喔不會啦不會怎麼樣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說 喔 喔好 不會怎麼樣就好 我那時候就是口腔裡面都超麻的 因為他就是壓很用力 所以我就 裡面口腔麻到不行 然後醫生就問我說 阿你還有 還有異物感嗎 還有什麼就是 有東西的感覺嗎 然後我就很誠實的跟醫生講說 因為我的喉嚨還在麻 所以我現在感覺不出來 它沒有 它沒有那麼大顆 我所知道的結石 大多不會到那麼大顆啦 沒有到曼陀珠那麼大顆 那太誇張了 它大概大小 就像一顆 沒有足球巧克力那麼大啦 沒有那麼大 欸對 半顆綠豆 對對對 差不多綠豆沒有 沒有藥丸那麼大 差不多綠豆那麼小而已 然後可能半顆 或一顆啦 一顆綠豆那麼大而已 然後後來就問了一下醫生 欸阿這個扁桃腺結石是一個 怎麼樣的情況會長啊 還是說就是為什麼會長 然後醫生就說 就有時候可能就是跟體質有關 然後或者是你的這個喉嚨使用的 使用的過度 然後或者是其他還有一些原因 也可能跟你口腔有沒有 清潔乾淨也有關係啦 所以也有一些 但是就是它的條件有很多 然後我不想講最後這一項 是因為我覺得你們一定會放大這一項 覺得說是不是我口腔很髒 沒有嗎 沒有嗎 就是它是 它有很多很多原因可能會造成 但是 但是有一些是跟體質有關 其實有一些人就很常這樣 我哪有 我超乾淨好不好 我吐出來都是彩虹好嗎 我的口腔香的好不好 我的口腔吐出來都是彩虹好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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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見接在製作的那些人 你會就覺得這些人真的有樂不足 我才會讓你的故事 你不然的話 iqué著冒頭 我會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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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口腔 感谢观看